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要增加国内产量 希望可以减低对国外进口的依赖 但是呢 我们有一位前部长一家人 拿了这个project 拿了政府的钱 拿到了这个计划 拿到了钱 从他老公到儿子女儿 通通进这个公司 当董事 当经理 当管理员 从头上部的尾 所以我们把这个NFC 叫做National Corruption National Family Corruption NFC 一家都在摊 更重要的是 他们拿了这笔钱拿去做什么 如果他真的拿去养牛票紧 那是2012年 总计查实报告 这个不是Ravisi捷法啦 是总计查实报告 出来发现说 去养牛的农场一看 根本就没有桥牛 六两几千万几亿 这个案大家听过没有 上一届大选就发生了喔 结果去看没有桥牛 钱去了哪里 要查一问出来 他们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发现 把钱丢进去房地产市场比较赚 所以我拿国家拿人民的钱拿去做什么 我拿去炒房地产喔 因为比较赚钱嘛 养牛等一下养啊 就这样 原本要拿来提高马来西亚人民粮食生产量 要确保我们人人有牛奶喝 有便宜的牛奶喝 有比较便宜的牛肉买的计划 变成政府拿人民的钱 贪官挪用纳税人的钱去炒房 炒房价钱炒高了 谁受苦 不是他们啦 炒房政府高官带头拿纳税人的钱去炒房 炒高了价钱 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炒高了价钱 钱赚了 薪水是谁的 他一家从老公到老婆到他女儿到儿子都在里面做工 一家赚到完 薪水都他们家拿的 我们牛肉没有吃到 牛奶没有喝到 房子价钱给他炒高 结果现在针对整个弊案揭发出事实 揭发出这一家人把养牛的钱 送了 扫进自己口袋的狐狸猿猿猿 因为揭发了这个案 他讲的是对的 结果呢 进监牢 被判三十个月 两三十个月 两年半而已吗 两年半而已哦 我们在场上有五五七 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 你看着你身边的小孩 他今年可能三岁 可能五岁 你试想想看你两年半没有见他 那毕竟跟我差不多大 到我几岁而已 他的孩子也差不多就这个年龄 四五岁 他不是为了别人 他为了自己的孩子 他为了孩子的回来 他赌上了他的前途 他赌上了三十个月的自由 他被看错了 但是他不后悔 同样的 我们今天站在这边 我们选择了我们自己的路 我们也不后悔 但是我希望在场的朋友看清楚 NFC是怎么发生的 养牛统运案是怎么发生的 NFC最经典的 我只要让他记住一句话 我们讲牛住在统运 我们不要变成那头白白被国阵政府骗的牛 来接大选 我们就要正式手中的一样 不然我们就是白白被国阵 骗去养 骗去杀的牛